从小童话故事就告诉我们 从此王子和公主幸福地生活到永远 可是步入婚姻后 幸不幸福就要看着两个人是否有相处的智慧了 一旦经受不起问题的考验 意见来了 吵架多了 冷漠成型了 一旁的孩子往往就变成夫妻婚姻阴影中的受害者 小小的心灵跟着一起担惊受怕 年幼的甚至会以为是自己不够好呢 导致爸妈吵架了 所以夫妻吵架影响的 是不是只有两个人的心情和关系 真的只有这么单纯吗 今天我们就要来看看 婚姻岂是夫妻两人的问题而已 大家好 欢迎收看这个 爸妈好犀利 我是文康 今天的这个夫妻之间两人的感情 是不是就是他们导致 他们破坏的这个元首 这凶手呢 今天我们请到很多的专家 来到我们的节目里面 好好地解开我们心里面的谜底 王庆林 台湾作家 25岁年少轻狂及步入婚姻 因为对自己与爱情的懵懂认知 造成婚姻关系里众多的痛苦与冲突 经历婚姻失败 因外遇成为第三者 走过非婚生子 离婚 又再度拥有圆满的婚姻 原本受到外遇所苦的两个家庭 蜕变成彼此祝福的三个幸福家庭 林润松 道德重整生命关怀工作者 自离婚家庭成长 透过学习面对原生家庭 对生命的影响 如今为马来西亚更多家庭 与婚姻失合者提供协助 于2011年获得马来西亚 十大杰出青年之殊荣 2012年成为台湾师范大学杰出校友 郑新闻 Amanda 艺术心理治疗师 她是快乐的单身妈妈 父母的心情不要以为孩子不懂 其实孩子是感受体 在夫妻关系里 吵架的时候 不要让孩子成为婚姻里的出气口 生命价值和快乐与否 是应该由自己来负责 白玲 本地艺人 对她而言 夫妻关系是永远毕业不了的一堂课 因为我们都是在不停地探索 和了解对方 孩子的出生 她又多了一个必修课 这是做人父母必修的一课 她相信只有不断地进修和学习 才能迈向幸福之路 马上来听听看我们今天的这个嘉宾 到底对我们这个问题 有没有办法直接砍下去说 是不是两个人的问题好了 一段婚姻 是不是真的夫妻两个人的问题呢 当然不是 我觉得夫妻之间真的很 对孩子的影响真的很大 是孩子导致婚姻破裂 还是婚姻导致小孩不爱你们 就是爸爸和妈妈的问题 导致孩子有这样子的影响他们 是 所以我们讲说这个婚姻本身的问题是 两个人的爱情不够坚固呢 还是说生活无法适应呢 还是结婚发现到 哎呦 这个人怎么跟我跟他谈恋爱的时候差那么多 很正常的我觉得 是啊 不一样最大的差距 如果以你经验来讲一个是什么 性格 性格 这个在爱情里面已经什么了 你嫁给他之前 不一定啊 觉得婚之后变成什么 恐龙 因为结婚过后我们有更大的负担 所以在工作上或者环境上 都会有一些改变的 有时自己不知道自己会变成什么样 哦 所以我们在婚姻要走路说那句 I do 我愿意的时候 但是很开心的 可是可能生活基础没有建立得很好 婚姻之后就可能经济负担 家庭负担 小孩的出现 是 这一切都很容易导致两个人婚姻破裂 哇 最少了三个问题呢 Amanda呢 我觉得是跟自己本身跟丈夫的沟通 那如果其实两个都可以很ok的 大家都没问题的时候 其实面对外面的问题就很容易去解决了 对了 那如果不是就会去拉到很多外面的人 进来自己的问题里面 有时候有一些人他们是结了婚对自己的认识也变不一样了 所以他的那个自我认知是没有办法控制的 他一直会变化 所以如果只有你自己要变得更好 另外一般又越来越变得糟糕 那也很难同步去前进 创造自己更好的一个未来 所以自己的问题是有没有四个问题了 来 老师 我想一个良好的婚姻 他需要两个自主性或是独立性很强的人 两个够成熟的人结合在一起 那他这个婚姻他们才能够健全地去发展 成为一个能够去涵养自己家庭 涵养下一代的这样的一个过程 可是如果一个人本身 他对自己的一种成熟度 跟自我的那个认知 认识本身就不够 那他在婚姻这条路上会走得比别人更加的辛苦的 我发现到很多的新人在结婚的时候 他们是会谈好的 他说我们去训练 我们去训练 一切都做好协议 然后两个都认同了 这样的一个婚前讨论 婚姻后面要怎么走的计划 这样是表现到自主性和计划性吗 他可以说是有一些自主性 但是更大部分的是恐惧 对于他们即将要把自己的生命 然后交给另外一半的时候 交给对方的时候 他很难去相信自己生命背后的那个命运 所以很多时候他们担心 等一下在一起的时候之后 我们之间不能够互相的配合 所以我们还是事先先把东西说好 在我们台湾最常流行一句话 相爱容易相处 但是结了婚之后是 吵架容易 上床太难 上床太难 对 就是很多的夫妻 他几乎已经没有很多真正的亲密关系了 没有热情了 没有热情了 可是我在想说相处 相爱容易相处 难这件事情 我觉得可以发生在很多情况 但是有一些人 他们因为要走向这个婚姻 他们可能有一些人很成熟 他们采取婚前先同居练习 这个方法是好的 因为有时候我们在观众 他们不知道走哪个方向 但是大家都有一颗想要真正追求幸福的心 但是有时候方法用错 我不晓得婚前同居的这个练习好不好 我其实很赞成 在婚前你们有很长期的相处时间 很大量的 练习嘛 对 要练习 然后最好是在结婚之前常常吵架 就知道 因为相爱你就会看到相爱的美好面 可是我觉得一对夫妻或一对恋人 你只要吵架 你就会看到他真实的那一面 对 冷漠跟冷战是因为我要用一个方法 让你明白我的感觉 我觉得就是很多摩擦的在一起相处 婚姻是一个毕不了夜的一堂客 我才发现麦克 我 对 我承认我有问题 我曾经一度想自杀 我第二次婚姻 讲到这个情况下来的话 我们组织了一些夫妻之间的形态 有几个 那想要各位来聊一下 在目前看到的是冷淡 以及沉默性的这个夫妻关系呢 他们有两个特征 就是长期冷战的 就是结婚之后的了 发生什么事情都不讲话 第二个特征呢就是有意的冷淡 就是 刻意摆明给你知道我不理你了 所以你们自己觉得 各自可以讲经验和专业的提议 让观众去理解 它是不是属于这种形态 有什么特征 才是属于冷淡和沉默 我是想说那个冰冻三尺 非一日之寒 是 所以冷漠就是两个人之间 他没有办法再继续深入的沟通 那这不能够再继续深入沟通 他必然是有一个行程的原理的 那如果说这个行程的原理 他没有真正的去被克服 或者是被理解 双方都能够被理解的过程 那他就会采取冷漠 或者是冷战的方式来去应对对方 但事实上他们还有感情 冷漠跟冷战是因为我要用一个方法 让你明白我的感觉 我只是用冷漠的方式来对待你 这样子的情况呢 其实在以前我也试过 就是心中有对他不满的不讲 就把一个脸给他看 为什么你选择这个方法 一定有原因的 就是那个时候不够成熟 所以就觉得自己用自己的方法 就是硬碰硬的那一种 当然他会问 为什么你每天那个脸是这么难看 没事就是不讲 现在回想起来 其实这样子的相处方法是错的 当然我还在学习中 我觉得用冷淡的方法 其实是一种互相的惩罚 我觉得就是如果我们在关系里面 可以放下一些尊严 因为女性可能会觉得 你可以调整我 或者你跟我认错的 或者我就会跟你说话 我觉得这个方式不是一个 不是一个那么好的方式 因为较多在输和赢的层面 少了在心灵上的相处和了解 其实他不够自信呢 其实会的 因为发觉有 可能我自己看过去的关系 都会觉得 其实跟丈夫的关系 很明显就是跟父亲的关系 父亲? 是的 因为我是一个很不喜欢 在我爸爸面前认错的人 我爸爸也不喜欢在我面前认错 所以其实在关系上面 我就会去 无意识地入了输赢的局面 所以我觉得是 最终的关系 都是引领我们去回 我们和父母之间的关系 如果这样讲的话 这些价值观的建立是 从我们很小的时候 看到父母亲的相处 这事情追究起来很久以前的事 其实所有的冷漠 跟那种所谓的冷淡 这种处理 其实都内在里面 都在怪对方 然后这个怪事 从哪里开始学的呢 就从我们看到我们父母 可能妈妈觉得很辛苦 妈妈不快乐 然后她常常告诉我们孩子说 都是你爸爸 然后我们就觉得 对 爸爸没有给妈妈幸福 等到我结婚了 我就有那种妈妈病 就是我不快乐了 所以是我的男人 没给我幸福 所以在我台湾很多的 心灵辅导个案 我发现所有的问题 其实都不是真正的问题 就是我觉得我现在不快乐 我所有的问题 都是因为你 就因为你呢 那你又没有要处理 对不对 好 那我就开始了 因为你不处理 那我就不说 因为冷淡了 就以为对方不爱了 那外面如果感觉 比较多的温暖 那可能外面的 比较好一点 外面的几确好很多 就一下子就 对 外面的不见得 会比家里面的好 可是应该如何理解嘛 像老师刚才讲 那个是血淋淋的例子 是 我们不要在这个节目里面再听到 童话般的道理了 因为现实生活就是现实生活嘛 是 现实生活就是这个样子 他并没有幸福美满的婚姻 他都是必须要学习 然后要去建立 要去营造的 因为你接触到的是一个 完全跟你没有血缘关系的人 这个没有血缘关系的人 你怎么样跟他相处 是 那很难耶 那是非常非常困难的一个过程 而且他非常脆弱 你只要处理不好 这两个没有血缘关系 说分就分了 是 他不会有一个真正的承诺 除非是你本身内心 对于这个承诺 有一个非常坚定的认知 然后同时了解这个是什么 那加上你自己个人的一些信念 信仰 那你就明白说 你的矮度 说了之后 代表的不只是 接受这个人好的这一面 也包含他不好的那一面 那你能够接纳他 那这段婚姻他能够 就能够继续下去 是 因为说容于字很难 真的 因为我来自一个离婚的家庭 所以 对 我父母在我四五岁就离婚了 那离婚了之后 给我一种感觉就是 在离婚之前 他们不是冷战 就是吵架 是 这两种的过程 我们都经历 所以冷漠到最后 就变成结束了 所以我也会担心说 我跟我太太之间 冷漠一段时间 也会结束婚姻 因为如果我不想 让这一个问题 继续在我这一代里面发生 因为我本身也是孩子 我现在是父母 可是我也是孩子 我作为一个孩子的身份 我能够为我父母的婚姻 从他的这个过程里面 思考到什么 我可以从这个婚姻里面 学到什么 那当我成为一个父母的时候 我才能够把这所学到的东西 真正的运用到自己的生活里面 那如果我们假设 我们是离婚人士 我们做过这件事情 是不是当时候的情绪 是如老师所想的这么正面呢 老师跟他太太有一个公事点 我觉得是比较容易解决这个问题 是 那么说回我自己就是 也没有从来没有想过 要好好地去解决一些 两个人之间的问题 是 因为我觉得就是很多摩擦的 在一起相处 婚姻是一个毕不了业的一堂课 永远都毕业不了 是 一直在学习中 Amanda说一下 其实 自己面对 和老师自己看到的 因为老师自己很幸福 但他看到 只是爸爸妈妈 不是自己经历的 那痛 或者真实感 是否真的像这样 我回应你刚才的问题 就是说 为何外面的人会特别好 是 因为我们和外面的人 没有那么靠近 没有那么亲密度 那么近 我们看不到对方的缺点 其实你刚才也说过 那么多棵树 我们是否要选几棵 其实跟那么多棵树 没有关系 跟自己有关系 就是我们能否接受 我不漂亮的一面 那我就可以… 先搞定自己 搞定自己 你就会发觉 你就会有一个 也可以欣赏你 和接纳你的人 来到你身边 我们经常说就是投射 一个反应 我有多不接纳自己 我们就遇到一个 一个情人 或者一个伴侣 他不接受你 他一直在说我们的时候 我们的心其实在说自己 所以我们有很多的情绪 所以我觉得 爱就是人生里面 最大的艺术 明白 还不错 不同的角度 老师… 那我是因为两次婚姻 然后… 那你自己要爆料 而且我是从失败的婚姻里面 再看到另外一个婚姻里面 我换到一个我很相爱的男人 但是… sorry…第三年 我可以把不一样的男人 变成同样的婚姻品质 其实那一刻 我就突然有点崩溃 所以我每次吵架完之后 我就发现 不对… 应该还有更好的男人 所以我是用森林这个比喻 主持人说得非常好 我觉得应该再换例外科数看看 可是我已经两次婚姻了 我意识到… 不对… 怎么会不同的男人 我是一样的 然后我们吵的东西 我讲的话一模一样 我才发现… My God… 我… 对…我承认我有问题 我曾经一度想自杀 我第二次婚姻喔 我这么相爱的人 然后… 所以我才… 猛然警觉到 我里面有需要 可是我嘴巴讲的是 你不好 那为什么我不求救 我有一次就哭着跟我先生说 我请你帮助我 我觉得这么多年下来 我两次婚姻 我都一直觉得… 我一直觉得不被爱 所以我老是找先生的麻烦 觉得他不够好 后来他听到了 他也傻眼了 那他听到我都已经 把所有的城墙放下来了 他就愿意抱抱我 他说 好 那你就早点告诉我 我知道我该怎么做 可是… 第二段也后来… 没有在… 没有离婚 很美满 很美满 现在一吵架 变得非常好 现在一吵架就发现 我刚刚怎么又讲以前的话 我就说 对不起 我有难题 我需要… 什么… 但我知道你给我 可我感觉不到 我没有指责对方 对方就知道 可能… 没有做得很明显 让你知道 那我尽量 所以很容易就很容易 可是孩子会吵架 可是吵架不很累吗 讲得好 吵架会很累对不对 但有一种吵架是很有价值的 是… 就像我们会在孩子面前吵 但是要让他知道 我们吵架的过程 到怎么收尾 孩子看到 吵架是这样这样 情绪来了 最后两个人 是怎么放下情绪 他整个流程看完了 他知道原来 情绪是一进人的自然反应 因为我觉得 我的父母每次在吵架 都就让我看到 他们很暴力的一面 可是他们怎么和好的 我觉得我们都没有看见 哦… 不… 你说得非常好 因为小朋友 他基本上是模仿父母亲的行为 是… 所以他会明白 父母亲吵架到和解的这个过程 它是一个过程 他不能够看少一个环节 对… 这个要让孩子看完整个过程 是父母的责任 所以父母吵架 孩子心里面产生恐惧 这是必然的 是… 因为孩子他不晓得 到底你们在吵什么 会不会你们吵了之后 我就失去了父母 所以我需要你们跟我解释一下 我不会因为你们吵架而失去了你们 父母要做这句话 所以这句好 不因为吵架而失去你们 对 我想要再多做好多的讨好 讨好到最后连自己都没有了 然后就变得很牺牲 在谈恋爱的时候 都互相做讨好的事情 养成这个习惯 是… 结婚不做的习惯 结果结婚就忘记了 所以结婚之后更要讨好 为什么会自杀 因为他很委屈 他好像整个生命就是只有对方 当失去了他的时候 他觉得他完全找不到自己 第二种 讨好型的夫妻关系 互相讨好 这个很容易感觉就是虚伪 但是有一些人很享受 你是属于喜欢被讨好的太太吗 还是你喜欢去调你的丈夫的吗 一点点啦 这样子 其实每个女人都喜欢被讨好的嘛 也喜欢被赞美的 是… 而且当我们开心的时候 也是会去别老公啊 是… 但是每天这么开心呢 就不可能了 你有称赞过他吗 换另外一个角度好了 因为我们其实没有要让大家觉得说 女性比较喜欢称赞 其实我觉得男生更喜欢被称赞 只是他的脸部没有告诉你他需要而已 当然有啊 比如讲 知道他做某些东西 就很成功的 就说 你真的很棒啊 你真的很 很smart啊 然后就铺上去 就给他一个kiss咯 其实讨好的夫妻都不会出太大的问题 是过度讨好 就变成是一种牺牲了 那 其实像在我们华人的社会的母系啊 就是说母亲这一辈都是很过分牺牲 其实那个牺牲里面也是为了讨好 为了一种成全 可是像如果是在这样的家庭长大的孩子 很奇怪哦 像我们在爱情里就会觉得 我想要再多做好多的讨好 讨好到最后连自己都没有了 然后就变得很牺牲 那在一牺牲下去的时候 就影响到我们的小孩 他觉得他在爱里 他不可以先拿到他自己要的 他喜欢的做他自己 他觉得永远都是要看别人开心的 他要去成全别人 所以我觉得过度讨好 他是有问题的 老师这边提供大家的意见 就是大概说讨好型不是甜言蜜语这一种的 是很多时间感情的投资的那一种讨好 因为怕失去对方嘛 觉得我做一切我才能够留住你 这个观念本身就已经很脆弱了 是的 讨好它基本上是做对方想要做的事 就是然后有些时候虽然是自己不太喜欢去做 可是因为对方喜欢 那我就做你喜欢的事情 然后让他高兴 这个在婚姻之前就已经常常发生的事情 所以两个人在谈恋爱的时候 都互相做讨好的事情 你养成这个习惯 结了婚不做就学习 结果结婚就忘记了 所以结婚之后更要讨好 但是你不要过度讨好 过度讨好就太虚伪了 拿捏是什么的呢 拿捏就是发出你是真心的去讨好对方 并不是为了要隐藏一些问题 隐藏秘密的讨好 Amanda 其实我很同意庆灵老师说的 就是不要过分讨好 就是如果你过分讨好的时候 真的没有了自己 你就会发觉那些人有什么危险 就是你看到那些为什么会自杀 因为他很委屈 他好像整个生命就是只有对方 当失去了他的时候 他觉得他完全找不到自己 死好像唯一解决的方法 像今天老师已经几次提到说 人在完全复出的 最后会呈现那种无助的状态 甚至会选择一个毁灭自己的一个倾向 你未必会真的做 可是真的有这个情绪来的时候 旁人应该怎么做 或者是这些人本身应该怎么想 不要让自己走到这个死里胡同去 其实旁边的人清关难断家务事 其实对于所有的朋友 如果他们有在婚姻的过程 你真的不要出主意 我觉得你就倾听 你就是陪伴他 我觉得每一个人 都有处理自己婚姻的智慧 我觉得陪伴的过程 是最珍贵的过程 又能够看到安全这件事 你千万不要出手主意 说你应该怎么做 你应该怎么做 他听了他也不一定能怎么做 因为你不是他的故事 很重要 这是一个很好的方法 可是这个社会里面 尤其像我们 我说我们马来西亚的社会 我们很多人都有故事 可是倾听的人太少 是 因为我们没有办法去训练自己 去学会聆听别人 他在叙述自己的事情的时候 那我们该采用什么方法 去回应对方 可是是不是真的 他这么讲完就没事呢 当然不是 所以我们这边 那平要讲来干嘛 可是说了之后 你心情会 舒服 放松了 对 那你有能了解 你自己的感觉 他觉得我不是孤独的 对 我的朋友在我身边 是的 以下的这一个 这种型的夫妻 叫做指责型的 不管是单上指责 还是双方指责对方的这个型 最多情况 一 互相猜疑 这个麻烦了 第二呢就是 企图要改变对方 来适应自己和迁就自己 你必须是 我想象中这样的 这个也是很严重 第三个呢就是 付出的很少 挑剔的很多 就是有一种人 会陷入一种自我感觉良好 我很爱你 我很爱你 我做了很多很多很多的事 其实它是最少的 好了 第四个情况就是 无法体谅到对方 这种情况举一个 最实在的例子就是 职业妇女在家 可是呢 丈夫都在外面 拼生活 拼家庭 所以她会觉得 你回来之后 为什么还不开心 老娘在家整天 都没有不开心 你还板个臭脸跟我回来 所以我们想一下 这四个情况里面 我们收集到的资料 整合出指责 夫妻型的这个 是最多的 她将所有的幸福 开心快乐 那样东西的责任都交给你 如果我是一个男人的时候 我会觉得很大压力 你不跟我亲密开始 她内在就有一个很深的暴力 就是 其实男生就是怕很深的被拒绝 男人以为把 以为你从外面赚钱回来 就能够把安全感带回家 是不可能的事情 听众朋友们 请还是要交给太太 好咯 这样不对咯 这四个情况里面 我们收集到的资料整合出 指责夫妻型的这个 是最多的 绝对认同 我一位好朋友 他两夫妻就是这样 每次吵架 老公就会讲 你没有站在我的立场 跟我的想法一样 那么太太也在质怪他 所以我看他们在两年过后就离婚了 就是我在台湾有一个心灵辅导的案子 是这样子 那先生先过来辅导完 然后换太太 他们就分开的 这个先生就说 他每次都抱怨我 抱怨我不够浪漫 不会买小礼物送他 不会带他去看那个午夜场的电影 不会带他吃好料 你知道我每个月薪水拿回去都交给他 然后我身上都没钱 所以他就说他太太都不给他足够的零用钱 换到太太了 太太怎么说 你知道吗 他都不关心我 他只会给我钱 但他都不会带我去看电影 他就不会带我去吃好吃的 然后我觉得他就是小气 结果他们两个互相怪罪对方 可是这个源头出在哪里呢 这个会不会是因为男生跟女生 他们本来对同一件事情的逻辑 就是好像什么火星跟木星的那个理论是一样的 男人女人大不同 那其中有一个很重要的环节 后来他们发现 他们彼此里面有个很深对对方的期望 什么期望呢 就是我只要我需要的 其实你都可以给我 是因为你不愿意给我 所以怪罪就是因为你有 你不要给我 那另外一个觉得 你就有钱了 我的钱都在你那里了 所以两个人就怪对方 所以两个分开去看到那一个点的时候 就很不可思议 他发现对 一个男人钱都给你了 你还要他给你什么 对 我只是要爱 钱不够还要爱 对 他钱还是要的 对 听众朋友们 钱还是要交给太太 然后 好了 好了 这样不对了 我还是要回应那个王老师的 是 他说 尤其是后面那个把钱交给太太 是 重点是在这一边 给 把所有的交给他管理是四小 真正的就是他在这一个家里面 有完全的安全感 你用这个钱比较重 不是 他有完全的安全感 他需要安全感 那男人以为把 以为你睡外面赚钱回来 就能够把安全感带回家 是不可能的事情 他需要的是另外一种 在心灵层次上面的安全 那这一种是需要 男性主动去满足的 那如果男性没有办法主动去满足 太太在 就算在一个很man的男人身上 也不会有安全感 可是这个观念是重要 他是值得做宣导的 因为安全感这件事情 在一个家庭它太重要 但是我要说的是 所有的女性朋友们 一定最重要 因为我发现夫妻失和 通常女性 都是战火的开端 像我个人就是 我觉得那个安全感 真的不是只有金钱 我们要在内在里面 自我发现安全感 从哪里来 然后你就会发现 你有安全感了 李先生 他就有一点点自由的空间 钱都不要全部都给你 他可以有一部分 他自己为所运用 是 这个安全感就会更坚固了 而且你知道要怎么掌握 这种情况吗 要让一个男人很甘愿回家 就是让他有愧疚感 我觉得这个很厉害 我要的安全感 我不是要钱 我要你永远被我的情绪掌握 而你是甘愿这么做的 你提到这一点 我突然间想起我有个个案 就是这样子 那个太太基本上她是 希望掌控全家的情绪 她的结果就是用这样子的方式 然后我们看到的 就是为什么会变成我们个案 就是因为她的孩子出了状况 对 因为父母亲他如果采取的是 这样子的一个互动的方式 对孩子 父母也许他觉得很有安全感 可是对孩子 孩子会觉得很没有安全感 后来那个是因为那孩子出了状况 然后父母希望说能够解决他的问题 所以就把他来 就是我们就有一个机会 可以跟他们做一个互动 在这个互动过程当中才发现 这个孩子的状况基本上 它是根源就是 从父母的婚姻过程 然后这个孩子 它显现出父母婚姻出问题的这个现象 Amanda 为什么 我想跳脱你们讲钱的题目 我只是想发表 因为今天我载到庆灵老师来 庆灵老师就说 哇 这条街很漂亮 她告诉我 但是我就感觉 我在这里住了16年 为什么我不觉得这条街漂亮 令我有一个很大的感觉 就是我们很多东西都 对那份感觉麻痹了 她对我好是应该的 我觉得这东西其实是重症的要害 两个人的关系的要害 我觉得没有东西是应该的 而且有时候我会站在男性的立场 去想 如果有个女孩说嫁给你 但是她将所有的幸福 开心快乐 那样东西的责任都交给你 如果我是一个男人的时候 我会觉得很大压力 很重 很重 很不自由 那个感觉 我觉得其实如果各自在生命里 都为自己情绪 开心不开心去负责的时候 其实互相是扶持和减轻 轻很多 这个很好 老师概念是不是不错 对 真的是这样子 尤其是当我们发 就是像Amanda说的 夫妻之间有一种形态是 什么事情都是理所当然应该的时候 你知道我们就很少说谢谢 很少说 谢谢你为我做这件 可能她每天都做的 可是即使是她每天常常做的事情 你都还是要跟她说谢谢 都老夫老妻来说什么谢谢 一定要 而且那个谢谢你不要只是说谢谢 你可以用所有的方式表达你的感谢 但你要让对方知道你在谢谢她 很多人说好像换了一个心态 一切的结果就会 同一件事情会呈现不一样的风貌是吧 这个应该也是对的观念吗老师 当然 比如说我刚刚提到我本身是来自一个 就是父母离婚的这个家庭 那在我们没有办法去转换这个 过去的遭遇以前 我们都受害 都在这个事情里面受害 包括它甚至还会影响到我们 决定要不要结婚的这个想法 那可是经过的 经过的一个过程 一个学习跟一个疗愈的一个过程 那我们会去发现 这个事件它不会改变的 历史还是历史 可是我们对这个历史的事件 会从一个遭遇的状态 变成一个际遇的状态 际遇就是它是来帮我们的 它是来让我们学会一些知识 在人生路上变得更加好的一个过程 好了我们进来看一下 还有这一型的夫妻关系就是 激烈冲突型 它其实有几种情况 第一种情况就是 以房事作为惩罚 然后呢以离婚来做威胁 第三个就是常常出言伤人 这个很激烈 这应该是走到 听到这个情况 他们大概只有一个结局 就是分 我这样会不会太悲观了 因为我觉得暴力型的家庭 在现代的家庭里 那个暴力变成是一种 很深的语言伤害 其实情绪也是一种暴力 然后呢透由那个语言 讲出来的话都很不好听 可是即使没有骂人 就是即使没有骂人 可是那个话还是很伤人的 在很多的夫妻关系里面 现在常常层出不穷 我记得我有个个案很特别 她很简单的就是出去 她太太说 你觉得这件衣服漂亮 她说你衣服很多了 就这样两个人就可以在路上大吵 可是这个太太就不行了 觉得为什么 我只是问这件衣服好不好看 你没有要你买给我 然后就有点生气了 其实那个里面就有 一个内在的暴力是什么呢 你不让我买 你觉得我不要穿它 你不给我 然后一不给 其实那个暴力是连接到 最深最深的 就是我们所谓的想太多了 我不值得被爱 可是女生真的想太多 男生应该不用负责她 男人更会 男人其实不是耳朵灵敏 男人是眼睛很灵敏 男人看到的女人 那个眼睛里没有她 她就觉得算了 我做再多努力都没有用 你都看不到我 那嘴甜是一回事 其实我们女人 现在已经很少正眼看男人了 就是两只眼睛看你的男人说 哇 我今天 I see you 我看到你了 就光这个动作都没有 那所以其实对男人来讲 就是他的暴力会出现在哪里 就从你不跟我做爱开始 你不跟我亲密开始 他内在就有一个很深的暴力就是 其实男生就是怕很深的被拒绝 而且很容易尝到被拒绝的感觉 受到被拒绝的味道 对 男人 他的这个重点就是在于说 男人的尊严大于爱情 的确是这样吗 我是觉得我个人也是有这种感觉 就是说如果是事情发生一些事情 那我的第一个觉得 我第一个直觉就是你好像 看不到我的能力 你好像不知道说到底我要做什么 男人的那个内心里面 他有一个好像永远不能够 被满足的一个缺乏尊严的那个过程 这样子形态的夫妻我觉得 通常我看到的他们会用暴力 就是先生打老婆 会打 他们在吵架的时候呢 那个男的就觉得只有用暴力 我才可以平复我的情绪 这样你知道女人被打的时候 怎么样还手呢 就不能 孩子当然是最大的受害者 但是很多年过后 我看过的是除了打太太 因为可能有九星的关系 现在连孩子都打 有些很糟糕 真的 旁人抓都抓不紧的 有一个以前的一个邻居就是 现在那个孩子长大过后 结婚过后 也是用回同样爸爸用的方法 来对他的太太 没有错 在这个形里面 我们引发出这个问题就是 如果孩子见到这一些婚姻的伤害 讲的是暴力的伤害 不是心灵的而已 或者是淹死而已 会让他们一开始轻微是从陶穴 接下来呢就进入酒精烟的这个瘾 然后呢毒品 再来的话呢 他们除了对别人有暴力之外呢 他们对自己也有自残 就是也有伤害自己的倾向 爸妈妈妈的这个暴力 影响小孩的是影响一个社会问题 这个太夸张了 是 那个我们也希望说 在这个电视机前面的观众 他们要了解一个观念 当孩子的行为出问题的时候 很多时候不是这个孩子的问题而已 它是整个家庭的问题 有一次吵架很激烈的时候 我就说你有种打我 这个话一出来男人不打你都不行了 那你需要被爱的感觉 那我就会产生一种自虐的一种状态 我本身会拿我头去撞墙 怎么样都好 也不能动手啊 也不能被打是不是 也可以报警把它抓进去 报警就有证据啊 就离婚了 爸妈妈妈的这个暴力 影响小孩的是影响一个社会问题 这个太夸张了 是 那个我们也希望说 在这个电视机前面的观众 他们要了解一个观念 当孩子的行为出问题的时候 很多时候不是这个孩子的问题而已 它是整个家庭的问题 因为家庭它在整个系统里面 出现了一个状况 这个孩子会活出那个状况 会把那个症状表现出来 我觉得小孩子 譬如从小到大 被父母弱打为例 其实会令到他最深的信念就是说 原来爱就是打的 就好像心理学常说 如果他小小被虐待 那他大过的时候 他就会去找回同样的感觉 虽然他知道那个感觉不好 但是他要找的是熟悉的感觉 所以为什么他会遇到同样的 即使他自己觉得痛 他也觉得我要找回这种感觉 是这种熟悉的感觉 因为原来他们扭曲了一个爱 就是被打是爱 我的部分就是 我是来自暴力家庭的小孩 我爸爸是在我面前打妈妈 然后如果我过去要阻止 我就一起被打 那我就是你刚才说的 这几种人格的孩子 我就很早出社会 然后我虽然不会抽烟 但我就酗酒 然后我自杀过两次 然后我经常经验在关系里 我想放弃 而且最恐怖的时候就是 我两次婚姻里面 我在吵架 吵到最后 对方没有打我 我要想尽办法让对方打我 可是有一次 吵架很激烈的时候 我就说你有种打我 这个话一出来 男人不打你都不行了 对 就是我会有一种很强烈的 一种强迫症 因为在我的内在里面 对 的确有这个阴影 然后第二段婚姻的时候 我先生非常的好 是好脾气的人 他也说他不知道为什么 为什么他跟我相处 他变得很难控制他的情绪 所以这个时候 我们两个一起走身心灵的过程 我才发现 我内在有一种召唤力 就是一种魔法 可是那魔法不是好的魔法 是我会在情绪里面 把对方弄到跟我爸爸 一模一样像鬼一样 有一次我先生就很重的 就伤我一巴掌 可是那一刻 我整个被打醒 因为在被打之前 我有一个声音就是 你来打我 你来打我 你有种来打我 你打了我就 我就确定了 你就是我说的那种 最坏的男人 因为我内在有住着爸爸 可是老师你说 他在那一巴掌 闪下来的时候 你会醒是 因为你终于 彻底感受到那个痛呢 还是 全部 你彻底接受 我就是 因为被打的时候 你才知道对方打你 其实对方不是恨你 讨厌你 或者是他不要你 那个 那个就发生了 可是那一刻是有爱的 就是那个 那个过程 我的父母是这样演过我看 我的内在里面 就是那个暴力 所以 父母亲那天晚上的那一出戏 今天同样的发生在你 现在的这个晚上的这一模一样 一模一样 所以这个事情终于找到一个出口 它结束了 它当然要结束 对不对 下次在吵架的时候 对 重复其实是有一个 因为当初真正感受到 痛的那个是母亲 所以你只是看到那个激烈 你没有感受到痛 可是现在那个痛是直接到你的肉体上面 你才能够结束嘛 所以很多人说 面对自己是世界上最残忍最残忍的 可是你一定要过这个关 因为我看到我先打了那一巴掌之后 我看到他之后 他是怎么没有办法原谅他自己 我才想到我的爸爸那个时候是怎么走过来 我们都不知道 因为我们一直一起恨爸爸 一起恨爸爸 那如果说跟自己的另外一半 吵架到这么激烈 互上巴掌 垂墙壁什么之类 那我们应该怎么离开 得到一个句号 离开这个思维的困境呢 扭曲人格 从我们小的时候 我们就已经建立起来 可是我们在使用这个扭曲人格 我们不觉得它是扭曲的 我们只是觉得在这个过程当中 我要我的感觉 那这个感觉让我熟悉 让我熟悉 让我获得爱 那就好像我可以回应王老师刚刚谈到的 我本身是被虐打长大的 所以当我父母离婚了之后 那种感觉就这样子 你就变成一个完全没有人要的人 变成一个没有人要的一个过程的时候 常常你受到一些挫折 一些不好的情绪 那你需要被爱的感觉 那我就产生一种自虐的一种状态 所以我在父母离婚那过程当中 出现了很多自残自虐的一种行为 自残的情况类似什么 比如说我本身 我本身会拿我头去撞墙 对 那只要撞到我晕眩的感觉 然后你看到很多星星的那种感觉 我就觉得 OK好了 我有被爱的感觉了 因为这是我当初被打成的那个模式 虽然事情已经隔了二三十年了 但是你对于这种当年发生的事情 作为孩子 经历父母亲离婚的过程 孩子心里面的阴影 它一定会存在 但是父母也不要因此自责 因为这个有阴影的孩子 他会学习 他想办法找到一个出口 让他的人生 不要再重复同样的一个事情 对我本身而言 我不能接受这种暴力行为 比如讲 在吵架的时候 自己至少还有一些智商去控制自己 如果今天你打我 我不晓得下次你还会用这个方法 我觉得你一定会 所以有一些也是 所以我不能接受 你打我一次 我就不会再原谅你 对 我是这样 你就会激烈到要马上离婚 这个严重吗 对 你不要给他一个机会吗 不会 可能你很值得被他打呢 因为错的是你 怎么样都好 也不能动手 那你可以报警 互相尊重 因为王老师的例子不一样 你可以报警 把他抓进去就没事 就是报警 报警就有证据 就离婚了 所以你经历过了这样的一个情况之后 不是 我自己 我觉得我没有经历过 如果有这样的事情发生的话 你是不能原谅的 对 我是不能接受 然后 我上次我先生打我那一巴掌 我有一个重要的那一段没有讲完 因为他打我的时候 我的孩子是在场 所以我两个孩子都哭了 那最后最后 我才警觉到我内在的暴力 让这一出暴力整个演出来了 所以我先生就会变成那个演员 他要打我 所以后来我就去拉我先生的时候 我跟他讲 我说 我就跟他说对不起 那我先生就整个抱着我跟我说 我打人就不对 是我对不起 然后我们就跟孩子说 我们两个边哭边跟孩子说 说我们不知道刚才发生了什么事 可是我们这样做是不对的 可是我们彼此相爱 可是我们讲话 讲的话不是彼此要听的 所以孩子们你要注意 以后再怎么样打人都是不对的 就是他要让孩子 当场就跟孩子说 后来哭着哭着哭着 就停了 停了带就OK了 就这件事就整个过了 你问我说 会不会造成孩子的阴影 或多或少 你只要有这么上瘾一次 孩子一定有 不过现在最后 我们现在孩子很好笑 每次我们现在在吵架 他说冷战比较好 不要打架就好 所以我们现在有时候 对话比较大声一点 很激烈的时候 两个人就会知道 要远离战火一下 先不要讲 因为再讲 越讲就越难听 而且越讲 就一直到那个潜意识里面 我们还是 那个阴影怎么会散掉 你怎么走 就还是走到那里 但你要知道 你要往反方向走 我讲到这边 我现在生最后一个问题 我这样一直在组织和理解 我把自己当成小孩 我真的不知道 要不要相信父母 我听了这一些之后 我还要相信爸妈妈 一定要相信 永远要相信父母 相信父母就像相信自己 相信爱是一样的 我这次其实来到马来西亚 我有一本新书 叫相信爱情 相信自己 在谈的就是 每一刻的爱都是真的 即使我在打你 可是我那一刻的爱也是真的 所以爱永远都是真的 我们的父母的爱也是真的 吵架虽然是真的 但爱还是真的 所以值得相信 就算我们拥有 再怎么难堪的父母 那如果没有他们 就不会有我们 这个生命的存在 那我们不能够否认的是 我们身体里面的细胞 一半是爸爸的细胞 一半是妈妈的细胞 他身体里面拥有的是 他们生命的基因 如果我们拒绝了父母 那也就拒绝了我们自己 生命的这个价值 所以一个人 我们对父母再有多么的不满 都不能够否认他们 是我们的父母 这个事实 就行为的部分 也许我不认同 好 你不认同 你可以用你的生命 开创一个全新 不一样的方式 而且你认为这个行为不对 你自己也有不要去学他 是 你还是有自主权吗 老师的意思 但是有一个很关键的 一种观念就是 很多人他不让自己过得更好 他不让自己过得更好 是报复父母亲对他的养育之恩 因为我让我生命出糟糕 出现问题 就表示这就是你害我的 所以你的生命害我 变成这个样子 那我们奉劝很多年轻人 如果你在做伤害自己的行为 事情的同时 其实你要知道 你心里面对你父母亲 所做的事是很痛的 所以很多时候父母亲 他对孩子的要求很简单 我希望你能够健康长大 然后有一个幸福人生 可是如果这个孩子 他活不住是幸福人生 父母会自责 他会对这个部分 他产生过不了自己的那种感觉 因为我从小到大 我的父母都会 无意识地要我做到最好 其实那个过程很痛苦 无论我考第五下 我多尽力也好 他们都会跟我说 你不够好 所以到我现在做妈妈的时候 因为儿子今年差不多六岁 我很小时就让他自由 他有时候真的会跟同学打架 推他 我会觉得可以的 我会跟他说 可以的,你跟他说对不起 就是让他觉得 你不需要让我做到完美 有时候我会说 宝贝,其实你不喜欢吃这东西 你可以跟妈妈说 他说为什么呢 你跟我说你不需要吃 所以容许他去接受 其实我们人性并不完美 我都会跟他说 以前妈妈成绩不好 其实公公或者我 都可能会发脾气 让他开始去接触这东西的时候 我觉得他对这个世界 不会充满失望 而是人性化地去体会 其实原来我真的不完美 我妈妈已经教了我 我怎么接受人家的不完美 和自己的不完美 这个让他的成长轻松很多 人际关系会轻松很多 今天是录影这么多天 我第一次深深感觉到 幸福是因为很多人告诉我们真相 幸福是让我们知道 在这个真相里面 我们其实可以找出自己的价值观 首先我要非常感谢四位 在我们的节目里面说出自己的经历 现身说法 其实回答了所有在看这个节目的 爸爸妈妈 尤其家里的小孩 一个很重要的点就是 你其实有权利去接受你父母亲的不足 因为你也很厉害 所以爸爸妈妈也好 小孩也好 你有权利去爱每一个人 所以请使用爱的权利 今天谢谢所有的嘉宾 谢谢 下期见了 拜拜